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爸在8月1号离开我们 走的时候很平静安详 我们家人都随时在这 很感谢爸爸这一生为我们家庭的付出 辛苦将我们子女三人养育成人 拜托你放心 我们会把家里把妈妈照顾好 已经完成了人生课题了无天逛 曾拍过500多部纪录片 19部电影 纪录片支付杨文干活耀于60年代台湾影坛 培育出无数幕前幕后的电影人才 包括张小燕 梁修生 都是她的得意门生 而告别式上满布的置意花篮及庶民 也不难看出杨文干的影坛地位 在这边我要谢谢李行导演 他是父亲的自爱 自有 父亲过世以后 他为了筹划我们父亲追思怀念影展 四处奔走 还有梁修生导演 他几乎每年过年都来看完爸爸 为了今天告别式 还主动延后出国的时间 杨大人是我的启蒙的恩师 我能够在这个行业一直走到现在 没有他的开始带领我 我不会走到现在 所以我非常的感恩 非常感谢他 他对我们台湾的电影 甚至纪录片有非常大的贡献 同辈的大师及导演李行 85岁的高龄 尽管已步屡满山 仍坚持出席 同时还与国家电影中心 共同筹办 九月份为期两周的追思 怀念迎战 李行表示 在台湾还没有电视台的年代 担任台湾电影制片厂科长的杨文干 就已经开始制作新闻影片 提供戏院播放 新闻片小组是 对 是这个杨桥 他主任秘书 但是实际上负责就是救养杨文干 所以他拍了非常多人 他简洁带着人出去跑新闻 对 其实他是台湾新闻片 可以说新闻片他是 对 前辈真是前辈 那个时候哪里有看电视呢 报纸每天看 但是一个礼拜回顾的都是他做的 对 在台制场期间的杨文干 参与数百部新闻片与纪录片的制作 其中包括曾在1969年拿到亚洲迎战 与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讲述台湾茶叶奋斗史的龙景香 还有1988年入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 目骨城中 此外更耗时多年完成纪录片《八七水灾》 同时电影作品也有十九部之多 怎么这么多黄叶子 受宠爱 杨文干是第一位把台湾之美融入剧情的导演 1967年由柯俊雄 张美瑶 张小燕主演的《黎山春晓》描述的是农村建设 1969年的《小镇春晓》则是推动农村改革的温馨喜剧 《小镇春晓》一片当时不只是一举拿下金马奖最佳影片 编剧 摄影 女配角等四座大奖 同时也在亚太影展获得最佳影片 而1986年与李行合作担任制片的《唐山过台湾》也是宏极一时 我最后的合作就是1986年的唐山过台湾 他是负责制片 那个时候厂长是饶小明 后来他就退休了 您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台湾电影纪录片之父杨文干日前辞世享受87岁 他一生奉献给影像工作 拍摄过五百多部纪录片跟十九部电影 其中电影《小镇春晓》 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 杨岛当年也同时拿下了最佳纪录片奖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他的女儿 同时也是联合报影视中心召集人杨启凤小姐 来棚内跟我们分享 启凤姐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我们是借由这次他的离去更了解 杨岛过去为台湾的影视工作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 其中我还蛮想要先从纪录片这件事开始聊 当年在还没有电视台的时候 好像您的父亲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从事新闻工作 对对对 他最早来到台湾的时候就开始在台影公司 就是负责那时候才到台制厂 然后就是负责做一些新闻采访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电视台 那可是你要知道这一周 台湾发生什么大事啊 新闻大事 就会在电影院的片头 要播电影之前的十分钟 然后会就是安排这一周 台湾发生的一些新闻大事 那近乎有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我父亲拍的 然后他自己去采访写稿 然后再剪接配音 然后做成新闻画面 所以那时候很多很多的很多的老朋友 就是我父亲那一辈的朋友 就是还怀念说当年在看电影的时候 然后又出现那个钟声叮叮叮 就知道新闻要来了这样 对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 其实还是蛮多重要的历史事件 对对 所以现在看起来是历史事件 就是当年就是当时发生的新闻 对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没有电视啊 谁会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啊 对 然后就是靠这个东西 才会知道台湾发生大小的 发生什么事情这样 很重要的一些事情 包括我们记得 林波来台湾 对 林波来台湾 万人空巷啊 对 还有很多八七水灾啊 还有十大建设 包括每一年的国庆阅兵 几乎都是我父亲拍的 对 我们这两天在找 扬岛的纪录片画面 我们看到一段非常非常珍贵 是当年的国军在演习 然后是那种实弹的 攒兵 然后爆破等等的场面 有坦克车 然后那个时候的 蒋中正先生 就站在林林附近 应该不到十公尺的距离 对 好珍贵 非常珍贵的画面 对啊 对 因为那时候他还 蒋中正先生还有召见他 我们家还有留一副 他提字的一个照片 对 对 还有很多厉害的记录 包括这件事情 其实还蛮特别 当时的记者 当时的扬岛 他就当天采访 当天就发了这个新闻吗 对好像 就这一次我父亲过世 就我很感谢国家电影中心 他帮我找到很多很多资料 因为父亲拍了五百多部的纪录片 我们根本不可能会 每一部都有看过 或者有参与 或看有这些资料 那后来国家电影中心 有跟我联络上 他帮我们找到很多资料 然后他跟我说 其中有一个是省政府行政 台湾省行政会议揭幕 对 然后就是我父亲拍完之后 马上赶回台北 因为那时候充印什么都在台北 那是在台中中心新村 然后他们拍完马上赶回台北 充片 然后剪接配音完成 然后由国军 在开飞机运回台中 空头到现场播放 所以台式新闻 还晚我们半小时才播 所以最早的SNG吧 是 对 很厉害 对 尤其现在的科技 我们可能很难想像 当年拍了之后还要冲袭 对 然后剪接其实并不像我们现在 飞线剪接很快速 对 然后他又是从台中赶到台北 而且那时候影片是从用国军来 对 用空头的方式 对 所以你看这个 真的我想那时候没有SNG车 这就是行动的SNG车 对 他其实参与了很多台湾重要的历史 对 所以那天 因为我们要帮父亲办一个纪念影展 然后理性导演就跟我聊 就是说 其实我爸爸算是新闻的纪录片 对 他是最早的新闻纪录片导演 然后再拍到纪录片 再拍到剧情片 所以他等于一路上这样子都有参与到 对 是 其实讲到纪录片 当年台湾人印象很深刻的八七水灾 对 第一部台湾用新闻纪录片方式来记录的就是这个片子 对 然后是您父亲拍的 对 是第一部救灾的新闻短片 然后我记得 因为我那时候还没出生 是 然后是我母亲告诉我 就是说 因为那时候他刚好怀我姐姐 然后就是跟着我父亲 这部新闻纪录片 他拍了好几年 到各地去取景 对 那我母亲就是在跟他出外景 到兰语的时候生下我姐姐 所以我姐姐的名字有一个兰字 就是我父亲取的 就是有做纪念这样子 对 其实在您小时候 会不会跟他的相处时间比较短呢 因为他为了这些片子南北奔波 当然那时候没有高铁 对 交通没有这么的方便 对 很忙 反正我印象中我父亲都是早出晚归的 可是他对我们的教育是很严格 我们从小都是念私立小学 私立国中 一路上念私校 然后如果他有空 他姐姐是带我们去玩 然后到片场去看他工作 所以后来您从事新闻工作 跟您父亲有关吗 有 因为我几乎在片场长大的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还有演过电影 是哪一部片 我已经忘了 好像有珍珍 反正要一个小童心 然后我爸就叫我去客串一下这样子 那时候有领到片酬吗 没有 对 然后反正就是 就跟进跟出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很早 我那小时候就是有银河画报 就是专门在报导演艺圈的东西 对 然后我们家就有订嘛 对 然后就是 我就从小就是看那个长大的 所以我就对影剧圈的事情 很辽若执掌 是 对我那时候从小 人家任何同学找问我 这个明星怎么样 什么我马上就告诉他们很清楚 你是字典 对 然后永远不会搞错 这个明星是谁 那个明星是谁 我都不会搞错 对 所以可能我后来 对这个影剧新闻有兴趣 就是受很大的影响 对 听说您父亲还帮您把 你写过的新闻一篇一篇 仔细剪下来 对 我那时候刚当记者也蛮好玩的 就是我那时候还没毕业嘛 就先分到那个大城报做实习 然后四年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实习 然后就有一次写了一篇报告 我的社长就看到 然后就破例召见我 就从来没有实习记者 社长会召见实习记者 他就请我过去 然后叫我看一下我的履历表 他有看到我父亲 是 他说你父亲是杨文干 我说对 我知道他这样子 所以他对我印象很深 然后就问我 他觉得我的文笔不错 就说有没有兴趣 就留下来办公办读当记者 所以一路上到现在 我都没有离开过 我这个新闻工作 哇 台字场 然后就开始拍剧情片 那他看好我父亲 就觉得他的文笔 还有他的文学功力很深厚 就是指定由他来拍 黎山春小跟小镇春回 这两部片 然后没想到 就真的是一炮而红 然后红到海外 他们那时候 我看很多影史记录 就还出去亚太影展 到菲律宾参加影展 什么各地影展 都得奖 是